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母亲节预购的介绍来到了第二集 画面中看到这是蜜柑橘塔 生产者是豪威尔 我有切开给大家看 它其实分成了三层 最下面那一层是酥软的塔皮 再来看到的是罗拉制作的蜜柑橘果酱 在上面那一层就是乳酪 它的味道融合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再看到这是看天甜的 糙米玫瑰青乳酪蛋糕 它使用的是自然龙法的本土糙米 然后再搭配大花农场的本土有机玫瑰米 所以这款蛋糕呢 除了奶蛋素之外 它也是无肤脂的 完全用糙米下去做 然后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玫瑰如果经过加工之后 它的颜色就会像画面这样 它不会是你看到的玫瑰的那个颜色 我们在泡大花农场的玫瑰花茶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就会知道 很多东西加热之后 它的颜色会变 并不会那么的漂亮 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的 接下来再看到这个是白香果乳酪蛋糕 它使用的是陈家庄制作的台湾白香果酱 没有添加任何香料跟色素 那一样也是有乳酪 所以它的香味很融合 而且白香果的风味啊 鱼韵有醇 再切乳酪蛋糕啊 你要记得有一点就是刀子要先加热 这样就不会切碎了 好 接下来再看到这个就是 通通来一包汉芳养生茶 它有七种 给你一周七天的元气满满 美声润喉快乐微笑 夜夜好眠元气满点等等都有 也很好冲泡 然后还可以回冲二到三次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种 中药汤的很浓厚的味道 其实不会 好了 我们母亲节预购的介绍 接着期待第三集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